大家好我是蘸 所以今天我們一樣來看 晉級把巫妖王新卡 那這個新卡是 這個死亡騎士的基本系列 也就是阿薩斯之道的新卡 那第一章是這個惡性恐怪 4費24的不死竹 然後這是 死亡騎士職業卡 重生在你回合結束時 消耗5個屍體召喚一個 這個手下的分身 所以這是一樣是一個會消耗屍體 然後叫東西 apply 那 這個東西的分身其實會有 很多不同的狀況 因為他可能有重生也有可能沒有重生 然後血量狀況其實也不一定 不過這也代表說你如果給他上各種附魔的話他也會保留那個附魔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再看到底有什麼 奇妙的附魔我們可以給在這個惡性恐怪上面 不過理論上總其實應該是沒有辦法給 太多太強的附魔 不過或許有些 特殊的符文組合會給你很強的附魔說不定 說不定 第2張是這個屍體新娘 五費四四一樣是聳騎士的牌 今天所有牌 出了一張出來全部都是聳騎士的牌 然後 不死族 這樣好是消耗最多八個屍體 然後召喚一個體質等同於消耗數量的附身的新郎 所以這個附身新郎就長這副德性 他是一個 他不會留下屍體 然後他一樣是不死族 那這邊 最多八個屍體 所以會召喚一個等同體質的 新郎 所以 假如你消耗八個屍體的話 他就應該會變成一個八費八八 然後五個屍體的話 應該就是五費五五 就是一個會成長的 咚咚 那這一樣就是一個幫助我們來把屍體消耗掉的東西 你可以看到這兩張牌都是沒有任何符文限制的牌 所以他們都可以被所有的 符文組合的死亡騎士卡所應用 然後 這也代表說他們就是完全就是 比較是針對屍體這個機制而設計的 某種讓你能夠大幅度消耗屍體的牌 OK 那接下來這個雙之哀傷 如果有玩過之前的那個冰封王座版本的話 對這武器應該都還蠻熟悉的 因為這武器基本上完全沒有任何改動 就是一個七費五三然後死亡之聲 召喚這個武器殺死的每個手下 所以基本上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呃 完全一模一樣的體質線 七費 以前是七費然後五點 傷害三點耐久度完全都一模一樣 那所以這張牌我們其實已經大概知道他大概會做什麼他就是會 你用這個武器殺死對手的東西的話 那 那 他 那 他就之後會把那個東西叫出來 不過其實 呃 會再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啦 就假設如果說有某種東西能夠 迫使對面的手下在 你的回合 攻擊你的臉的話 那這個武器其實會被動的讓你有五點 五點力量所以搞不好 那也算是這個武器 殺的手下 也說不定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有可能這武器 能夠殺死更多手下 不過基本上這個東西厲害的點在於 他如果殺死一個很大的怪的話你後面可以用這個武器再把那個大怪 呃直接在你這邊直接叫出來 所以其實是一件很強的事情 嗯 不過 現在Meta其實也沒有到 就是 那個 以前雙之愛傷剛才第一次出來的時候他其實是一個很強的武器 可是因為經過了 這麼多年 其實也沒有很多年啊可能兩年吧 兩三年 應該只有兩年 或一年 就是 盧石的這個 力量膨脹其實已經到一個地步所以雙之愛傷其實可能只算是一把 OK的武器而已啦 呵呵 因為以前 打個八廢八八還OK 可是現在不大能打個八廢八 所以 對 所以現在雙之愛傷其實我個人認為是沒有那麼厲害的啦 不過 呃 情感上他也是蠻厲害的 好 接下來 我們就要進入一些 完全是這個 圓圈圈也就是 應該是冰凍吧 就是冰凍屬性的這個 死亡騎士卡 那我們第一個看到是這張三費的 死亡騎士冰霜法術 需要一個圈圈 一個 圈圈的符文來 才能用這張牌 那這個是 零風衝擊 對一個敵人造成三點傷害 並凍結他 全部過其他敵人造成一點傷害 那這個東西 是可以打臉的 因為這是敵人而不是敵方手下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個東西其實還蠻喜歡法傷的 你如果給他一點法傷的話他對一個敵人造成四點傷害 然後對全部其他敵人造成兩點傷害 所以這種 這種牌其實很喜歡法術傷害的 那 基本上應該是某種 看起來是死亡騎士的清場牌啦 就體質線 就三費法術來說其實他還蠻厲害的 因為你如果跟 譬如說 我們的奉獻來比的話 奉獻四費全體打二 然後這個反而你比較能夠集中火力或許還比較強一些 不過也要看到底法傷在 接下來 的 牌組裡面有沒有 有沒有好取得啊 像是 簡單來說就是可以打他寫法師嘛 寫法師現在應該還在標準吧 如果寫法不在的話其實 還是有一些其他東西啦 寫法還在 那另外一個比較常搭的是 會讓你下一個法術獲得加爾法傷的這個有天分的祕法師 所以跟 有天分祕法師跟零風衝擊其實就非常搭 不過是一個無費combo啦 呵呵呵 那接下來是 伊米亞破雙折 以費 以費一二 一樣是要一個圈圈才能 放張卡到你牌組中 然後 戰吼是 依你手中 你手中每張冰霜法術會使其 加一攻擊力 呃 這張牌其實有一點強 應該是有一點太強啦 因為 假設你全部都是玩冰霜 假設你是三個圈圈 就你三個符文都是冰霜的話 你基本上只能帶冰霜法術 那 你手中每個法術就都會是冰霜法術 所以 這個家伙很容易是一個以費三二甚至以費四二的東西 以費三二可能比較 比較正常啦 可是以費三二的體質線其實有點突破天際啦 所以 這張牌 對於一個快 如果說有某種冰快攻 死亡騎士的話 那這張牌其實應該會非常非常強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 沒有副作用的這個小鬼啦 沒有副作用的烈焰小鬼 所以其實還是很厲害而且他有可能體質線比 烈焰小鬼還強非常的多 基本上就 那烈焰小鬼其實很厲害啦 不過一樣啦因為有力量膨脹的關係所以現在這個烈焰小鬼 你們會 就是一方面是因為快攻現在很弱啦 可是你如果是一個以費五二的 還這個meta要不快起來也是蠻奇怪的 不過一般來說這應該最多是以費四二啦 或者以費三二應該是蠻正常的 所以 對 沒有副作用的以費三二 甚至有 有可能變得比以費三二還好的以費卡 其實是一張非常噁心的東西啦 這張卡其實蠻有可能被nerve的 呵呵呵呵呵 我個人認為張卡蠻有可能被nerve的 因為 真的有點太強 不過要看一下 強制你要帶一個冰符文之後 剩下兩個符文要怎麼構築 才能夠讓這種 死亡騎士快攻變得比較強 所以我們還需要看其他卡 那接下來是碎骨者 這是一個死亡騎士的武器 以費二二 然後一樣一個圈圈 你的英雄 在你的英雄攻擊手下之後對敵方英雄造成兩臉傷害 所以基本上也是某種強制一定貫連的武器 那一樣這張武器會 就是一樣會讓快攻變強 然後一樣 就是 這個武器跟這個以費卡其實有點相輔相成 因為你第一輪你可以先把 先把碎骨者出來 然後等你手上有足夠多的冰霜法術之後 你再把這個破霜者打出來 讓他變得頭好壯壯 所以就是這兩個其實 就基本上 都是快攻牌組的東西啊所以 很不錯喔 那接下來是這個死亡寒冰 一樣是死亡騎士的牌基本上基本上全部都是死亡騎士牌 二廢二三然後要兩個圈圈的符文產能施放 在你施放法術之後對兩個 隨機敵人造成一點傷害 那一樣這個隨機敵人所以一樣可以打臉 這傢伙是個元素目前感覺沒有什麼 元素種族目前感覺沒有什麼用不過 搞不好未來會有用 施放法術之後對兩個隨機點造成一點傷害這件事情其實還蠻厲害的 因為我們的冰霜 牌組沒有靈東號角這類恢復兩個 法力水晶的牌 所以 會有辦法讓你能夠打出各種小牌 還有冰窗 冰窗途徑這類的牌 所以基本上 這個快攻 這個冰霜快攻的 場景就有點浮現在你面前 你可能前面用這兩張牌來搶場面搶一點場面 然後你真的要爆發的時候你就打兩個死亡寒冰出來 然後打然後打連續打一大堆 冰霜法術 這些低費可以幹連冰霜法術 然後 你大概就可以贏 呵呵呵 那死亡寒冰的 其實歷史上的對應也是存在的就是我們的 幻炎者 然後一樣幻炎者的體質線 就是 欸等一下 那 造成兩點傷害 隨機分給 這被nerf過了嗎 呵呵呵 還是沒有 這兩個隨機敵人造成一點傷害 造成兩點傷害隨機分給敵方角色 這兩個做的事情其實一樣 不過敘述不一樣 呵呵呵 OK 這死亡寒冰很明顯在更強一點嘛 因為他的 費用減少 所以讓你的combo可能性變高 那不過就是 法師的 法師有其他能夠騙水晶出來的方法 然後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這個 死亡騎士 我們其實已經看到一些死亡騎士騙水晶的方法 不過 我們還不知道他到底有多會騙水晶 呵呵 對 所以跟開放的幻炎法比可能 呃也沒有很好 幻炎者剛出來的時候其實也沒有那麼噁心啦 因為有一陣子開放 幻炎法師 就是你整副基本上就是 仰賴幻炎者來做OTK的 那 現在 現在主要是因為現在英雄又有更多血量到40滴血 所以這類的OTK就變得 呃沒有那麼強 不過一樣就是我們有這些冰川土徑還有這個 靈東號角所以 再看到底 這種OTK會變多厲害 這還是一艘蠻厲害的牌啦 我個人認為 嘿嘿 那接下來是米奈希爾之力 4倍4二的 爽騎士戰 武器 那一樣這需要兩個圈圈符文 然後戰吼是花費最多三個屍體 然後凍結相同數量的 敵方手下 所以這是一個 戰吼 這是一個帶冰的戰吼 其實還挺厲害的 那 這種帶 這種冰人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你想要 把回合數 回合數往後拖 然後 讓你能夠打COMBO或幹嘛有的沒的 那在冰的 這些牌看起來就是 把回合數往後拖 然後你能夠盡量的 慢慢的湊起你的 這種OTK COMBO 那 如果說比較近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的類比就是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這個 現在的法師其實就很喜歡把別人冰住 用這個暗靈聖索把別人冰住 那這其實就有點類似那樣 不一樣這個你需要有屍體才能夠凍結 而且 我不大確定是 就假設對面有兩個手下 你會不會還是要花三個屍體 就是會不會有浪費屍體 這個問題 不過 我們之後就會知道了 等張牌出來就知道了 好 那接下來這個骨髓操縱者 六廢五五不死豬 然後這需要三個圈圈 基本上 需要三個圈圈的話代表就是你是一個 全部都是冰的 那個死亡騎士牌組 你不能帶一些其他 方塊或菱形的牌 那 所以這理論上這張牌要挺強的 他的戰吼是消耗最多五個屍體 每消耗一個屍體 對一個隨機敵人造成兩點傷害 所以這是一個 這可以是一個清場 也可以是一個打臉 所以基本上是一個蠻彈性的東西 所以如果說對面沒有任何 手下的話 那你這 最多五個屍體 你這10點傷害就有可能全部砸在臉上 然後如果你有 如果對面還有牌的話 你其實就還會做到清場效果 所以 基本上是一個 蠻有彈性的牌 不過這邊 我覺得我可以看到的問題就是 其實兵沒有什麼製造 屍體的手段 所以現在兵其實還蠻缺屍體的 就是 這消耗屍體 然後這傢伙也消耗屍體 然後 我們其實沒有什麼特別會產兵的 東西 所以 如果要帶這張的話 你基本上需要保 就是保證你有足夠多的屍體 其實可能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他可以讓你 做這麼強的事情 因為你其實 如果你要 把這張牌的最大 潛力給發揮出來的話 你首先你需要有個限制就是 你是 三個圈圈 才能帶這張牌 然後接下來是你要有 這麼多的屍體 你才能夠 打這麼多傷害 所以 看起來死亡騎士牌組控制屍體的數量 其實是一個蠻重要的東西 不過也有可能就是有某些牌 就可以讓你做一大堆屍體 然後 你完全就不用控制屍體 然後他們牌就超強 所以 我們之後就可以知道到底是哪一種了 或是屍體完全不夠 然後這些消耗屍體牌 就完全超爛 這三個可能性其實都是存在的 呵呵呵 好 那接下來是王瑜女士 這是一個 四廢四三的死亡騎士傳說卡 他一樣是不死族 然後死亡之身是 複製你手中的全部的冰霜法術 那所以這張很明顯就是 他會跟我們剛剛 講的那個 這個死亡寒冰OTK來做COMBO 因為我們可以拿到更多的這個 林冬號角 然後還有更多的這個冰川途徑 這都是我們的超級打臉卡 然後再靠這個手寒冰 噓噓噓噓噓噓 然後把對面 這個射爛 或是把場面 拿下來 然後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再 直接贏 之類的 嗯 那 對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 這個 而且這死亡之身 還蠻有趣的 這不是戰吼這死亡之身 所以他 你要想辦法把他弄死 之類的 然後另外一點是 是死亡之身的話代表 如果是戰吼的話還會跟銅鬚搭 可能就有點太強 所以是死亡之身其實比較難 就是讓他觸發不止一次 如果是戰吼的話你可以用 銅鬚或幹嘛 你就可以拿一大堆 因為超強冰霜法術可能有點 就做壞了 OK 不過這一樣是三個拳圈 所以這一樣是 非常多限制的牌 OK那基本上 新牌就是這樣 他們其實好像還有更多新牌出來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官方網站上面 目前沒有 找到 所以 這邊還有一張 天譴狂怒者 這就是一張中立卡 3費5是重生 然後戰吼是死亡 那這張卡 看起來是沒有很強 然後 基本上 他其實是一個 狂怒者系列牌 我們今天有機會就乾脆把 這個給 講掉 狂怒者系列牌是 一系列 擁有 擁有一個超級奇怪體質線的牌 就是一個 351體質線的牌 他們都是這個 狂怒者系列 這是315 然後 鋼鐵狂怒者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也是 這個 這個禁忌把 無妖王系列裡面的 狂怒者 那 這張的好處是 他是不死 然後他有重生 所以他死掉之後他會直接復活起來 所以基本上也是一個351的 體質線 然後 不過他會 多產生一個 屍體 然後接下來還有另外一件事是 他會其實會叫兩個 5點戰鬥力的牌出來 那在開放裡面 叫5點戰鬥力其實可以解這個 解這個叢林大怪獸的任務 所以他其實某種程度上還會幫叢林大怪獸直接解兩次任務 所以對 他其實還是有點用嘛 不過 不是在標準 好啦 那今天的 目前 這個官網上新卡就大概講到這邊 那新卡已經在陸續的推出中了所以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 繼續鎖定這個頻道 我會把新卡盡量全部都介紹完 那我們就之後再見啦 掰掰 呵呵